我们在面对富士康一个个死亡悲剧的同时 另一个死亡事件也在牵动我们 和五年前轰动一时的蛇翔林案如出一辙 在监狱度过了十一年的赵作海 因为被害人的死而复生 无罪释放 曾经的杀人犯如今沉冤昭雪 两起几乎雷同的冤案 如果说纯属巧合 可能也并不简单 五月十二日 伤书重案捉出伤罚陪子 第一号陪赏决定出 陪赏赵作海国家陪赏金 以甚和困难补救费等公计六四五万元 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犯 弃弃其错案 在上一周 富士康自杀第七条出现之后 公司的新闻发言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这一次我们真的尽力了 这句话内涵非常丰富 并且说得也很真诚 既包括着对过去很多工作做得不够细 以及有欠缺的反思 也包含了这次做了很多工作 却依然未能挽救员工性命的委屈 于是在本周 你听到富士康已经请僧人来公司做法事的新闻 当然法事只是祈福 真要让自杀不再传染 这需要从公司管理和机制建设上去想办法 仅有法事是不够的 其实面对赵作海一案也同样如此 65万的国家赔偿已经送到了赵作海的手中 但是人们更关心的一定是 这样的事怎样才能不再发生呢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是说这个所谓第七条 我们尽力了 我们做到了预先的一些评估 做到预先的干预 当时是有人已经 有主管跟同人已经陪在他身边了 但是想就是他主管再打电话过来 希望第二天早上再派心理咨询师过去 跟他在面对面的访他 这个就是那个预先嘛 对 尽管在关爱中心已经有了相关记录 尽管富士康新闻发言人也觉得 企业已经尽了力 但却依然没能挽留 预先24岁的年轻生命 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途中 陪伴他更多的 只是与他年纪相仿的同学兼工友 被主管安排在招待所六楼的卢心 最终选择让自己成为第七条 而富士康关爱中心能给他的 只是一个被标注为已解决的记录 但在富士康自身看来 目前所拥有的心理救助资源 却是已经被最大限度的加以利用 可以这样讲 从这个最近的跳楼到现在目前为止 通过这个机制 我们有效地干预了 有可能发生的悲剧有二十余期 这张示意图 显然可以清楚地描述 富士康十几年来的发展轨迹 1997年不足万人 到2008年超过70万人 特别是2005年之后 富士康的用工数量 每年激增十余万人 或许当拥有30万人的深圳龙滑厂区门前 竖起这块大大的警示牌时 富士康原本作为一个中小企业 所拥有的管理手段 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效力 如果是一个城市 它有很多的这种公共的资源 社会的资源 来保障这个城市的正常的运作 那作为企业来讲 虽然它有盈利 它也拿出很多的资金投入 来改善这些员工的一些 在这里工作生活 生存的这样一个环节 但是远远不够 2009年孙丹勇事件 富士康第一次因为员工死亡 而遭受舆论谴责 之后 富士康曾对基层管理进行整肃 而进入2010年 刚刚成立的信息通报中心 整合运行的关爱中心 同样是接连出现的跳楼事件 倒逼富士康不得不重新审视 集团管理的结果 但不断完善的管理 却依然挡不住年轻生命的执意离去 人工守畅有规定 每隔两个小时休息十分钟 但是我们有时候 它排的残量排得很高 然后你休息时间 它就帮你取消掉了 十分钟休息有吗 以前有 现在是什么 现在没有吗 也就是说你早上七点半才上班 然后一直到中午几点下班 十一点 十一点 那你中间就是一直这样 然后就这样做 那你觉得你习惯吗 你喜欢这么多 在网络上至今还能找到2006年的一篇文章 发表该文的两名记者 当年也曾因此被富士康以侵犯名誉权为由索赔三千万巨款 尽管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但时至今日 普通工人只能依靠加班来获得相对较高收入的环境 似乎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好多人就在本周五 富士康发布 富士康发布 富士康发布201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净利润达到5.7亿美元 与2009年同期相比 增幅为34.8% 而就在当晚 又有一名21岁男性员工 在龙华厂区坠楼身亡 显然 当逐渐复苏的全球市场 开始让这个世界五百强企业 逐渐走出经济困局时 另一个困局 已经实实在在的 摆在了富士康面前 听说自己的一很好吗 所以过来看看 如果你知道他今天有气息跳楼 你会觉得影响到你的油市吗 影响不到 因为这个事情就是靠个人嘛 应该没什么影响嘛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这个心理问题嘛 你说的都是心理垂直的问题嘛 你心里能垂直的话 你就不会跳楼 你心里不垂直 你会觉得影响到你 他说清楚了 我才不是那么傻 像长风跳楼就傻了 在富士康八次跳楼自杀的事件当中 当事人的年龄大部分都在18到25岁之间 这已经是全新的一代了 与上一代背景离乡的打工者们不同的是 新一代员工文化素质高了 梦想也更高 想法多了 痛苦也更多 上一代人一心只为家里生活的改善 他能吃苦能忍 新一代的年轻人更多开始为自我的实现 忍的尽头当然要小多了 而与此同时 他们也在繁重工作的压力下 更容易失望甚至绝望 在富士康深圳公司 仅仅龙华一个厂区就有30来万人 大家可以想想看 早晨上班的时候 并排走都很难通过 甚至要侧身 如此人员的密度 梦想自然就会被挤压 心理的问题也就孕育其中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这方面 跟社会的整个氛围是有关系的 所以社会应该去建立这方面的一个干预机制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抱着大家来去鞭持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得到 社会和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来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他既然说了 欢迎那个社会帮助他 政府帮助他 我想社会和政府都有这个义务了 那么政府是可以找政府内部的一些专家 或者说政府聘请一些专家 组成专门的调查组 到那个企业里面进行调查 调查完了以后 我们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而且给社会一个交代 富士康员工的生存境遇到底是怎样的 当有员工出现异常状况时 企业是否真的尽到了挽救和保护的义务 已经死亡的几位员工 他们生前到底遭遇了什么 申雇后家人又得到了多少赔偿 这些都是公众关注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澄清 显然需要权威部门介入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涉及到 一个非正常死亡了 那非正常死亡呢 实际上是一个公民权利的一个保护的问题 那么对政府来讲 为了保护每一个公民的 那种生命权和体面劳动的权利 政府是有权利接入的 一个月前 富士康今年第六起跳楼事件发生后 深圳市总工会曾经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 他们指出富士康公司的管理制度 方法等存在漏洞 却并没有透露媒体最希望知道的 员工加班情况 死亡原因等内容